雲端上面的那一段把它复制Ctrl-C 然後呢再來Ctrl-V貼上 貼上一下貼的話要貼到對的位置 貼到這下面好了把Ctrl-V貼上 理論上應該我印象中 好像不太需要做什麼調整 就可以Walk了我們來試一下 不過我建議如果你要執行的話還是建議你按F8 主行跑一下 為什麼因為沒有人敢保證說 城市一次就到位了 OK啊所以如果你怕城市有錯的話 你可以配合F8 他會細節慢慢告訴你 所以這一行是做什麼幫我新增一個工作表到最後 所以按一個F8新增一個最後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幫我產生那個一個 這個 一個 叫做Pyret Cache Cache就剛剛講的 就是剛剛看到那個東西 然後呢按F8 不過這一行剛剛同學有出錯 因為他好像貼我的城市 貼完之後的話好像出現一些錯誤 我們看一下 到底哪邊有錯 各位有沒有看出來 出錯了 錯誤的地方在哪裡 A2 A1 A2 OK 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男女才對啊 怎麼奇怪變這樣 那其實到底應該 應該看得出來吧 錯在哪裡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發揮各位那個 柯南的那個 其實有時候啊 應該 哪個地方出錯呢 看不看得出來呢 SourceData SourceData SourceData指的是來源 資料 那我現在指哪一個呢 其實特別是說 雙引號裡面 指的就是哪一個工作表 金碳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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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發現 他裡面就是 A1 A2 那我現在已經把它 複製一個 叫問卷調查 刮虎2 OK 所以你其實只要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改一下 不過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如果你程式 假設 理論上看起來 刮虎2 不過有些東西 看起來跟實際上 好像會有點不太一樣 你如果加這樣的話 會不會過呢 我印象中好像會出錯 為什麼 因為這邊有空白 OK 有空白跟沒空白 看起來好像一樣 可是我們來試一下 我記得好像這個地方 F8 新增沒錯 過 卡住了 而且他會跟你講說 無法開啟那個 資料來源 他看不懂 這個東西在哪裡 有沒有 實際上問題就出在哪 問題就出在空白 我印象中是這樣 那所以如果你要修正的話 我建議 一個簡單的方法 這邊把它點兩下 Ctrl C 然後呢 到這邊的話 你把它Ctrl V 到雙尾號前面 這樣的話 基本上保證不會錯 所以有的時候程式一直卡住 大部分都是什麼 只是插那邊一個空白 OK 看起來好像都沒錯啊 其實就是這種 所以寧可我乾脆用貼的算 貼的話 保證不會錯 所以F8看一下要不要OK 這邊切過來 剛剛已經 程式跑到這邊 然後 F8 Cash 命令名稱 我把它再重新停一下 重新再開一下 我這樣改過 看一下來源 這邊 它的什麼 樞紐分析欄位無效 若要建立 必須含有 有名稱 A1 錯好像也是錯 這個部分 A1 A1好像不對 我先拿上面 這部分 拿上面這個 剛剛錄製的 這個把它先複製 把它貼到這邊來一下 OK 這樣就過了 所以這個地方 假如說 我們用的是 絕對的那個範圍 A1到 15 可能會出錯 我把它改回來 然後這邊的話 當然你可以拿上面的來改 取得名稱又錯了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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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 主要還是記得 這個這個地方問卷調查 這個 這個的 工作網名稱 不要不要錯誤就好 那可能這邊就多一個這個空白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能夠批次的把 所有的那個 就是說包含 我們剛剛看到裡面的那個 包含性別 年齡 一直到 假設 我不要這麼多個 後面 可能一直到15籃 總共的話 第2籃到 總共14個 數量分析表 如果想要一次全部做完的話 當然就跑個回圈 不過這難度又更高了 剛好同學會問說 如果我今天 假設要把他改年齡的話 需不要重做 其實呢 當然你 如果已經錄好程式之後的話 只要修改一些細節 一些地方 其實就OK了 假如說我今天呢 要把 剛剛的那個計算結果 修改變成性別的 剛剛是 性別把他改年齡的話 其實呢 主要改 改兩個地方 應該改幾個地方 改 1 2 3 你會發現 這邊 主要會有三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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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位名稱 所以如果你把這 這三個地方 把它做變更 他就可以幫你改成 就是 去針對什麼 針對那個 性別改成年齡 OK 那你就不需要 重新錄製 但是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他可以自動全部 跑出來的話 那你就需要什麼 跑個回圈 去變更他 那難度 相對的比較高 所以我這邊的話 大概先把它改完 然後 跟各位講一些 比較重要 就是細節部分 裡面一樣會需要 跑個4回圈 那個4回圈的話呢 自動去抓取什麼 抓取那個 我們上面的 藍位 從第2藍 上面其實 都會有我們 有的這個 藍位名稱 然後把它抓過來之後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 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個 這個藍位的後面這個名稱 把它取代掉 那基本上呢 我就可以跑出 其他的部分 如果想知道細節的話 其實可以看一下那個 我們的講義裡面的第 83頁 83頁大概就是改了這幾個地方 我大概有把它標註起來 所以 第一個 先跑個4回圈 那這個4回圈的話呢 就是先怎麼樣 先for 剛剛是for I 現在我把它變一個遍 就叫for追 我的習慣呢 如果是藍用追 藍用 追 列的話 向下 是for I 那如果我今天是要for追 為什麼for追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藍位名稱 我們 這個地方 藍位名稱上面 我先把這個 我先把這個拉過去一下 藍位名稱 第2 第3 第4 第5 第6 一詞類推 總共到 也許到15啦 不過你也先不要那麼大啦 也許可以2到6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有一個 for追 可以等於 2到6 OK 那再來的話 抓取什麼 抓取我要抓取的那個 名稱 放在哪裡呢 放在前面的 這個變數 那這個變數名稱的話 可以自己取啦 也許我叫fd 也許field的縮寫 fd OK 然後再來怎麼樣 新增 一個工作表到最後 不過呢 因為未來我希望那個樞紐分析表的名稱 不要叫什麼工作表 十幾十 反正就是那個名稱不要叫什麼工作表 那我可以自動取得 那個名稱 把它重新命名的話 那這個地方可以多學一個叫.name 工作表的名稱 叫做 我現在的那個欄位名稱 比如說叫性別 多增加一個 然後底下做一樣的事情 並且把這個field 好像後面有三個地方 把它改寫一下 就可以達到自動化的目的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也許先試一下 那個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大概把它改完 給各位看一下 跑一下 那就是跟像剛剛一樣 我剛剛是有甚至把 第2欄到第15欄全部跑完 他就全部一次就全部做完 這個難度其實 相對的比較高一些 請各位先試一下 各位可以看 最後呢如果你要在 你的工作表裡面產生一個按鈕 按鈕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直接去執行 那個我們寫好的那個 就是 劇期或sup 那你可以在插入這邊有個按鈕 你可以 去拖拉他 然後並且 找到像我這邊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樞紐 自動化 OK然後把它 把這個名稱 指定給他了 並且把這個名稱 複製一下 然後把這個按鈕上面的名稱 也把它改一下 貼上就可以了 或者直接重打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我按一下這個按鈕 我先把舊的先刪掉 按一下他 那我剛剛就是 4 J 等於 第2 欄 特別重要第2欄 他會先抓到這個儲存格 性別 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跟月收 假設我今天跑 2到6就好了 我不要跑太多 那他的 流程就是 先幫我 抓到這個欄的名稱 並且呢 新增一個工作表到最後 然後呢名稱重新命名叫 性別然後把那個 樞紐分析表放上去 然後呢 就換下一個下一個 所以我們來 試給各位看 這邊按下去 執行 那你會發現呢 他就會什麼呢 性別 自動幫我產生 年齡 自動又產生 那我一律都放在A1 所以你會發現這地方的話 一個一個呢 就全部跑 當然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夠的話 未來你可以怎麼樣 針對這個程式 假設我把它刪掉 你可以怎麼樣呢 再把那個回圈 For 雖等於2到6 那如果你覺得想要把 你好像到第 O吧 好像到15的樣子 我印象中 如果你要全部跑完的話 只要把回圈範圍改一下 再 重新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他後面的全部都有 一氣呵成 全部跑完 其實就是改我剛剛講義裡面講的 就是在 講義裡面的第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樞紐自動化 第82頁 裡面83頁這個程式裡面 大概就改這幾個地方 只要你錄製的程式剛剛改完了 然後並且加上一個回圈 基本上呢就可以跑出我們要的結果 如果難度 是比較高一些些 如果說因為這個可能 講下去的話又更難了 所以 這個部分有興趣同學呢 你可以試著參考83頁部分 那如果實在是 程式都改了 然後還是有問題的話 那請各位參考雲端上面有個 GG.gg 有個Pivot Table 上面有完成的程式 你可以把它拿下來 試著跑跑看 OK那這樣的話呢可以達到 這個所謂的一鍵完成 這個樞紐自動化的目的 OK 那接下來待會 因為所剩的時間 我們還是要分別 其實上我是希望 把這些甚至怎麼樣 可以把所有的 Swinner分析表 不是分成個別的 工作表 而是乾脆把它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算了 有沒有 A1然後一直往下放 一直往下放 可以 其實當然也可以 可以放在同一個工作表裡面 只是說那個細節 我想 有點難度了 所以如果興趣同學 可以再延伸 自己再練習看看 那待會的話 我們就是再把 剩下的部分 再把它完成一個 所謂的 圖表部分 OK 那我們這個圖表 我希望 做出來的結果 類似 長得像 我們這邊看到的結果 我希望呢 這個圖表裡面的統計什麼 統計那個年齡 跟那個 雜誌之間的關聯性 這部分我們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 試著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樞紐自動化部分 試試看